人民币大扁也没用,中国出口商失订单要被迫关场,美中贸易战冲击全球供应链人民币跌势,不止中国出口商抱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不足抵消公司仍需承担的高成本和美国关税,甚至厂房可能将被迫关闭或迁往越南、柬埔寨等成本较低的国家。 南华早报18日报道,中国广州10月15日举办第12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进出口企业在会中表示即使人民币近日跌势,可能有一出口但中国的劳动力、能源和税收成本已上升,美国关税又增加了新的压力。 另外还需,面临美国订单减少问题,部分商家透露可能将被迫关闭。 在中国的厂房或将生产迁往成本较低的国家,如越南和柬埔寨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将苏省的强化地板制造商销售经理Alex Giong表示人民币汇率下跌,使该公司对美国出口最多仅能提供3%的折扣。 因为成本疯狂上涨,我们已经无法承受,更多了我们失去所有利润率,现在需依靠政府出口税减免生存。 Giong 趁其公司过去一年中,几乎失去所有美国客户,而这些客户过去占公司出口总额约70%公司。 目前正将出口市场,从美国转移至加拿大,但如此也恐难弥补失去美国市场的损失宁波的家居。 和办公家具制造商销售经理Max Giong,也指出人民币汇率走弱。 确实有助于公司销售但因为钢材、塑料和木材等材料价格迅速上涨,加上必须配合中国当前的环保运动,使公司面临巨大开支。 南早报道中国为支持国内制造业,必须从全球市场购买大量原料如铁矿石和原油但由于这些材料多以美元计价,人民币疲软反而增加国内制造商的成本。 中国的环保运动则促使工厂升级设备,也使中国各地大量未通过和减的工厂被关闭或遭罚款。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Giong和Fan的公司则接,被列入美国的关税清单。 虽然美国的客户未敢在关税实施前预先向中国厂商增加订单,但美中贸易占明年的前景为宁中国上升的成本使出口商几乎没有降价空间,而部分商家则已开始将生产转出。 中国山东省德仁造草皮生产商销售经理Henry山表示该公司在越南的工厂有能力规避美国开征的10%关税,并称所有美国客户的订单,现在由在越南的工厂处理。 。 。